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众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测量的管理解说 那我们上一个阶段我们是谈了一些实验室 那实验室他做实验 实验总有个结果 结果总要记录了 所以怎么去记录你的实验结果 那就是看你今天测量的结果是什么 怎么样去找出他的精确值跟他的估计值 所以为了把这个东西弄懂 那我们就先透过这里有一把尺来为你做介绍 这尺是这样的 你发现这尺老师先做一个放大 这个尺它在测量铅笔的长度 这铅笔的长度我看起来它大概就是比4.5再大一点 然后好像不到4.6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在讲里头是帮你把这个图做一个放大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张图 这铅笔它的长度大概比4.5大一点 然后但是不到4.6 但是这个刻度在4.5跟4.6中间的什么地方 梦成度我其实并不清楚 这看起来仿佛好像比一半又多了一点点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实验结果先做这样的分析 让我们看旁边有一个虚线的框框 然后我们开始 这虚线框框的时候 我发现我刚刚量到的这个长度 我可以这样子说 我发现这个长度我就写长度 好了我们就一起动比 我发现这个长度呢 会比4.6公分还要小 但是呢比4.5公分还要大 所以我发现它的长度基本上就是比4.5大 那比4.6小 所以我确定知道什么 我确定知道的就是它至少至少有4.5 至于是4.5多多少 那这部分我可能要用猜的 所以呢这个写好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说了 我就说这时候呢 它的长度 我就说叫做等于4.5 然后呢我先帮你把后面这里 帮你先框起来 我就说呢 它长度叫做4.56好了 我就说它长度叫做4.56 那为什么把这个框起来 因为这里充满了不确定嘛 我什么叫充满不确定 因为我只知道它比4.5大一点 我们再看这图 它比4.5大但是不到4.6 所以我就说长度 这4.5我是确定的 可是6我是不确定 所以我会怎么说呢 这4.5我就这样形容它了 所以这4.5叫做准确值 你确定知道它一定有4.5 所以老师动笔 这个叫做准确值 这个6呢 那就叫做 估计值 所以麻烦你先把这边先动笔 所以一个实验的测量 老师你为什么一定要估6 其实没有为什么 就高兴了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高兴 你要估它是5 你估它是7都可以 因为这东西本身是不准 既然是估计 那就代表说你认为多少 那它原则上就是多少 这估计值没有人要求估计值的准确度 因为它之所以是估计值就叫做不准 那不准某种程度 就是你要估它是5估它是6都可以 那我前面是不是确定它是4.5 所以一个实验的数据它会有叫做准确值跟估计 那问题就来了 这估计值你刚才听懂它叫做不准 那不准你今天估一大堆有没有用 已经不准了 你估一大堆反正也是没有用 既然你估一大堆没有用的情况底下 估计值因为它不准 所以只要有一位 所以我们把刚刚这结果写成一个重点的笔记 已经在旁边了 所以你直接看 测量值要有什么呢 我们一起好不好 就是准确值加上一位的估计值 那你准确值就在这边 后面这一位就叫做一位的估计值 所以你的测量值听懂 滚准确值加一位的估计值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最小的单位 所以当然我们先不要急 我们回到这把尺好不好 那这把尺呢 来直接发挥你的观察力告诉我 那这把尺呢 你发现4公分到5公分之间 还有其他更小的刻度 这4到5叫做相对比较大的刻度 对不对 那这4到5之间被分成10个小格 那这就叫做它的最小刻度 这最小刻度是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念一次好不好 这个叫做1公分 所以最小刻度就是0.1公分 所以你的尺的最小刻度是0.1公分 其实就代表着你这个尺可以准确到什么程度 如果今天你的尺 是4公分到5公分之间都没有刻度 当然你就不确定是4点多少 但是这个尺它的最小刻度到0.1公分 我可以这样讲 最小刻度到0.1公分 它的准确值就可以准到0.1公分 那这句话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测量值的数据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啊 做出来它叫做多少 它叫做4.56 我请大家跟我做一个相同的动作 你就直接动笔了 你把这个5这里帮我画一个小小的键号 这个叫做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就是估计值 最后一位是不准 那这一位不准 那前一位就是准 再听一次 这一位叫不准 那这一位是准 这一位是准的 你这里不是写4.5吗 这不是5吗 为什么要念0.1 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单位永远都是一格一格一格 所以你这边尽管是5 代表它不是一个单位0.5 它是一个单位0.1 可是你总共有几格 你总共有5个 所以你只要念最小单位的时候 你要这样念 它叫做0.1 所以最小刻度就0.1 那听懂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旁边这个文字解说 老师先把画面缩小 最小单位就在哪里 好来再缩小一点 最小单位呢 就在倒数第二位了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小箭头 是不是请你画了 你要在这个地方 倒数第二位的地方 画上一个小箭头 你只要画上小箭头 就代表它是什么 它是最小单位 所以透过这影片解说 你就知道说 一个测量值必须有什么呢 必须要准确值跟估计值 因为估计值不准 所以荧光笔来开始 估计值因为不准 所以估计值只能有几位呢 前段动笔 估计值因为不准 所以估计值只能有一位的估计值 所以不准 你不要估太多 没有用 准确值加一位的估计值 你要怎么知道准到哪边 很简单 就看倒数第二位 好 所以呢 这部分呢就是测量值 那测量值之后呢 来我们这影片的后半段来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凡有测量 就一定有误差 那为什么 理由非常非常简单 那其实概念很简单 因为你的工具不可能完美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 现在在这个4.5到4.6之间 到底多少你就已经不确定 不确定 那就一定会有误差 所以这个工具叫做准到0.1公分 所以0.1公分以下的 什么0.01 那些你都不确定 那不确定就叫做不够准 所以凡测量就一定有不够准的地方 那就叫做有误差 所以听懂 所以我们来往下看 就是第一个叫做凡测量一定有误差 它可以降低 那什么叫做降低呢 那就叫做用好一点的工具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失 因为你的指使刻度再小都不可能无穷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降低误差的方法 那这边不要太啰嗦 叫做用更精密的工具 就刻度更小 刻度越小 那它就怎么样呢 刻度越小 那这时候它准确度就会越高 再来呢 你可以去做更多次的测量平均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测量除了仪器本身会有误差外 那还会有人为的因素 什么叫人为的因素呢 比方说你在测量的时候 你的这个视线刚好没有完全的直视的刻度 刚好差了一点点 有时候往左偏一点 有时候往右偏一点 那你当然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视线不够精准 所以这时候会有个叫人为误差 但这人为的误差呢 它是随机 什么叫随机 有时候我多估一点点 有时候我少估一点点 有时候我估出来的值比正确多一点 就少一点 那没有关系 你多量几次嘛 有时候多 有时候少 那平均之后 它的误差 就会某种程度被抵消掉 所以你做实验 不能只做一次的理由 就在这边 多做几次 误差的时候偏高的时候偏低 有时候变大有时候变小 所以这个时候 你平均之后就可以消掉了 那再来呢 这个使用正确量这方式 这应该不用讲了 这本来你就要做了 好 再来呢 要不要跟你强调呢 那记住一件事情 有一个东西是没有误差 什么叫没有误差 所以我直接就在镜头前面 伸出我的五只手指头 你可以开始算了 一二三四五 你算完之后 不管你算几次 不管你算 永远都是五只 所以这种叫做用数的 用数的就不会有误差 所以什么东西用数的呢 班上有几个人就是用数的 班上有几个人 不是用量的 所以数出来班上该有几个 早上数跟下午数 你不知道老师 我早上数的时候 班上是23个 下午变23.5 那0.5是估计值 没有这件事情 班上几个人就几个人 所以这种叫做用计数的 一个一个数的 它是没有误差 好 那所以呢 这边弄懂之后 我们影片最后 要帮你做一个补充 这补充你学校不一定会教 但是我老师认为这边很重要 它是一个科学的基本素养 所以来影片最后 把这一段听清楚 我们要跟你补充的叫做 科学记号跟估计值 好 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 这个补充的 科学记号跟估计值 那在这一个表格里头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数字的部分 那数字的部分 你看到 我们现在请你把 73200公尺 写成科学记号 好 那我们现在要先注意一下 科学记号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科学记号的概念就是把它写成 我们前面的这个数字呢 要写一到十之间 也就是说呢 你不可以写十一乘上多少 或二十几乘上多少 你要么就是三点多乘上多少 二点八乘上多少 所以这个数字要介于一到十之间 所以我把这个73200 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可以写成 七点三二乘以十的五次方 那我们先做一个动作 七点三二乘上十五次方 如果你把它展开 那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七点三二后面 展开之后 它会是73200 那所以你帮我注意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这个展开之后呢 就跟这个一模一样 那如果我今天把下面这个把它展开 老师就写给你 下面这个展开呢 事实上也叫73200 那我们就开始把它先写一遍 这个展开其实也是 73200 那所以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下面这些东西展开之后 都是73200 那老师 这展开都是73200 那它有什么差别呢 好那所以这一段影片的后半段 我们还要再提醒你一次 一个这个测量 那如果你写成它的数据的时候呢 它转到什么程度 那同学们 这一段你特别特别注意 它转到倒数第二位 也就是说呢 这个7.32的部分呢 你看荧光雨帮你画好了 我就是7.3的部分是准的 那这2是什么 这2就是估计 那我们再练习一次 如果我写成这个的话呢 那你心中当然就可以默念了 我的倒数第二位 以前全部都是准的 所以7.32是准的 那谁是不准 后面这个0是不准 那我们最后一次 如果我写成7.3200 那倒数第二位以前都是准的 那最后一位是估计值 对不对 所以它准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7.320的部分都是准的 好 那我们就比较第一个 跟这个第三个 好了 这个7.3的部分是准的 这边叫做7.320的部分是准的 那当然下面这个准确度 会比较高 好啦 那所以呢 我们就来确认一下 它的准确值部分是什么 好那这边 你看表格帮你做好 所以你是不用动笔 直接专心听 所以这是7.3的部分是准的 所以我就是7.3乘上10的五次方 都是准的 再来呢 这叫做7.32是准的 所以我乘开这边是7.32乘以10的五次方 是准的 最后一次 它的7.320的部分是准的 当然我的准确值就是准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看 你在做笔记的时候 那这边你可以搭配你自己的荧光笔 所以这个323 732 然后7320的部分它是准的 好啦 那估计值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样 最后一位是估计值 所以这最后一位的2是估计值 最后一位的0是估计值 以及这最后一位的0是估计值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在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数据记录里头 虽然它乘开都叫做7.3200 但是你写成科学记号的时候呢 你的位数越多 我们再念一次 位数越多 准确的程度就会越高 好那这要怎么用呢 那同学们我们现在呢 非常非常专心 在这影片最后 来我们现在有一个例子 叫做地球的人口 大概是多少呢 7.78乘上10的九次方 那老师直接破梗了 7.78乘上10的九次方 这个10的九次方 其实啊 就是到了10亿了 所以7.78乘上10的九次方 简单来说就是77亿8千 所以地球现在人口 那大约就大概是77亿多了 那往80亿正在靠近 那我们来确定一下 哪个数据是准确的 我们是不是一直讲 倒数第二位是准的 所以老师现在把这个数据 稍微放大一下 那你也做同样的动作 麻烦你 你把这一个 画一个小小的键号 就是我到7.7的部分都是准的 我到7.7的部分是准的 那只有谁是估计值呢 那就只有这一位是估计值 所以老师就写个估了 这个8是估计值 所以我们确定地球的人口 至少多少 来最后一次 我们确定的就是7.7乘上10的九次方 所以我可以这样写 至少7.7乘上10的九次方 那就等于了 老师就这样写 等于77亿 所以我确定地球的人口 至少有77亿 那在7亿到78亿之间 那因为每天都有人出生 当然也每天都有人死亡 所以地球人口正在浮动 那每一秒钟 大概增加4个人左右 因为地球人口 还是稳定的在上升当中 平均来说每一秒它会增加4个人 所以事实上 当我在跟你讲这一段话 甚至到你听影片的这个当下 人口还在持续的变化 但是什么东西不会马上变 因为地球的人口不会到下一秒 或到下一个月突然多1亿 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确定77亿的部分 那暂时它都是精准的 所以我确定呢 什么东西是准确值 77亿的部分准确值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谁是估计值呢 就8嘛 就最后一位它是估计值 所以我现在呢 估计的部分 那事实上我就这样说 它叫做0.08乘上10的九次方 所以这边叫做8千万 所以你赶快动笔的话 我确定地球人口呢 现在呢 有77亿是我完全确定的 然后这个8千万大概在预估了 因为人口还是在浮动当中 那所以呢 透过这个说例 那我们再确认一次 科学记号要告诉你什么 科学记号的位数如果越多 它的准确的程度就会越高 那以这个说例来说 它7.78只有哪些是精准的 7.7 因为到倒数第二位是准的 最后二位是估计值 你学会这个技巧之后呢 那我想在你的这个段考里头 如果考到科学记号 它是相对进阶的考题 你也是没有问题 那把这边弄懂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段影片 转发一下 你们给大家看